2024年的2月18号终于来了 终于来了 海外的朋友们也可以看 今天说的是国内的事了 就是热辣滚烫和飞驰人生 这两部电影我都看完了 那么这两部电影都带着我们家闺女去看的 我们家闺女跟我的看法 很多都相同的 我很惊讶 我们家闺女居然跟我想法一样 好了 咱们开始 先把第一个热辣滚烫说吧 热辣滚烫的宣传力度要远远的大于飞驰人生 那么热辣滚烫也是我春节看的第一部最新的电影 那么看之前我也做了不少功课 我也知道了百元之恋 而且感谢前人君子兄弟 我也看了百元之恋 之后再看热辣滚烫 我跟大家第一个提醒 大家请听好 千万不要看百元之恋 因为你看完了百元之恋 你就不想看热辣滚烫了 这是我今天给大家第一个分析 一出来了 第二个分析 就热辣滚烫的本身电影而言 抛开翻拍 抛开宋多的疑虑 那么这部电影 聚集结性 就剧情 我认为剧情不合理 不强 贾铃的配音是他自己 但是声音太过懦弱 就是他装的太假 当然 这部电影里 贾铃减肥成功之后 他声音还是这样 我不认为贾铃应该有这种声音出现 这是我的个人想法 仅此而已 我的个人想法 大家可以多多沟通 从电影的商业来说 我今天我还写了一个小小的提示 开始吧 从电影来说 如果这个电影是十分制的电影 那么热辣滚烫 抛开了翻拍 我觉得这部电影的最后得分 应该是7.8分 不超过8分 那么 这是我今天第二个要说的 就是把热辣滚烫 完全的抛开了 他的翻版百元之链的事 这个分数就是7.8 已经挺高的了 第二个就开始了 说这个贾铃这个减肥100斤的事 我今天呢 我身为一个有20多年搏击经验的人 那么我在这两天的晚上 我就联系了我们 原来我曾经 一起好多的健身界的朋友 有依赵韦德的 有威尔士的 更多的是青鸟健身的朋友 那么还有现在的一些 北京的几个力量局的 一个网红的大咖们 我都说了 我都问了 就差他妈的去看众所找白爷问了 首先 回复大家几个专业性的问题 再加上我自己的认知的问题 就是第一个 贾铃一年下来减重100基的可能性大吗 大 非常大 很多人说不可能减掉100 我跟大家先解释一下 贾铃它是从80公斤 就等于是从160斤增到200斤的 也就是说 它的真正的体重就是80来公斤 那么它增上去的体重 要减下来的话 其实不是特别大的难度 最大的难度就是 它实际的重量 80来公斤 再减到50多公斤 这是最难的 那么今天第一个 今天解释贾铃减100斤是真的 这是我一定能相信的 所有前程教练 几乎我们包括伯基教练 我们的认知是一样 这回答大家第一个问题 他减掉100斤是真实的 第二个 他这个增肌 就是硬拉到120公斤 120公斤 那么今天这事 我得给大家说说了 等会说吧 咱们先说第二个 就是这个拳击的素质 拳击的技术训练 他打篱球 他的空灰 他的打靶 那么我明确告诉他 贾铃请了一个非常好的教练 来给他做拳击的教学 拳击的培训 那么一年的时间 我个人相信 完全有可能 也可以说百分之百 可以把一个普通人 练到一个业余的 拳击爱好者的档次 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一年绰绰有余 如果一个好的教练 说实话 两个月就可以把一个 普通的小白 练到一个 最起码拍电影 有模有要的一个 拳击的业余拳手 这是真的 两个月就能 所以一年 没有任何问题 他减体 加上他的拳击的技术问题 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他减重的同时 他打拳击 做技术训练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为什么把这几项 都按了 今天是三大项 第一 减值我说了 他一百斤一年有可能的 第二 拳击的技术训练 我也说了 两个月就够 不用一年 但是 所有的所有 就在出现的第三个问题上 就是增肌 那么所有的健身教练 包括我们不健身教练 我们都懂 他的 减值 是一个方面 增肌 又是一个方面 是一个减 一个增 这是一个约等于矛盾的 虽然不完全矛盾 但是约等于矛盾的 那么在一年之内 你减掉这个体重 这是很有可能的 但是你一年之内 减掉体重之后 你又把你的身体的状况 达到一个准训练 职业运动员的状态 满满的肌肉 这个我告诉大家 我告诉大家 这种可能性 那基本上是用药了 而且我如果没猜错的话 咱们等等甲林官方团队 他们报没报 或者他们承认不承认 如果他们沉默 我认为也有可能啊 就是用药了 我这个话 不是我说 所有的合格的 拿过亚洲体制能 拿过所有培训教练的名字的 就是证书的 都应该支持我的看法 没错吧 因为 你有一年的时间 降体重 但是你还得有需要 半年或好几个月 才去增肌 但是一年之间 又降体重 降脂又增肌 这个是太难了 难道难于上青天 那么唯一的可能性 就是用药物 首先就是药物的降体重 我告诉你们 很多人说 中哥你不说一年 他能承认吗 能降吗 我说的是 他一年降体重 一年之内还得增肌 那么这个时候 他的降降体重 必须得用药物的治疗 药物的配合 不好意思 这是实话 第二个就增肌 增肌 比如说现在最火的 就甲铃能否 120公斤硬拉 我告诉大家 就是如果有药物的刺激家 是可能的 如果没有药物的刺激家 他一年之内减体重100斤 他是个小白 前提他是个小白 之后他要完全有50多公斤的体重 或者60公斤体重 来硬拉起120公斤 非常非常困难 还是那句话 除非有药物撑着 要不然他很难做到 所以很多人 我看了很多视频号 很多的抖音啊 都说这个电影 甲铃这个 他的不符合逻辑啊 很多的健身界大神 其实他们的说法 其实很有道理 但是只是他们没说 这个药物这个问题 药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现在的药物非常非常发达 大家也知道 像马斯克 他用打针 吃药的治疗 抑制他的食欲 他也瘦了很多 包括我们全管 很多的一些大哥 他们自己是打针的 这个针的 没有什么副作用 打针的就是什么 就是让你抑制你的食欲 这是真事 我七年所见 我们的哥哥 基本上是两三个月时间 能降下五六公斤 当然他是普通的降 好了 下面再说 还有一个重要的 为什么有一个 我还有一个证明 为什么他有可能用药了 大家呢 这个图片 应该大家都熟悉啊 就是我跟大家讲一下 你一个大体重的人 瞬间你降体重 你的脂肪降下去 体重降下去 没问题 但是你的皮肤 尤其是你的胸 尤其是你的腹部的皮肤 叫坠皮 我们也叫橘皮 当然也叫坠肉 就是坠皮 这种坠皮是几乎不可能掉下去的 不可能掉下去的 就是你体重降的再多 你的橘皮照样是搭了着 这个图片有 而且我们健身 我的全管 包括健身房 都有这样的学生 我是七年所建 我是二十多年教学 我觉得我说这话 在他妈中国国内 应该是很有分量 就是贾灵 他出场的时候 他那个漂亮的腹肌 那么我个人认为 有几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 就是后期的 P掉 AR的一些图片的处理 第二个就是 贾灵做过了一些手术 因为这种橘皮 大家你们可以上网查一下 这种坠皮 橘皮的这种的 手术的治疗效果是比较好的 就是割肉 就是把这皮去割 这是真的 而且呢 有很多案例成功了 第三个 就是我认为 因为应该是 贾灵拥有了什么 超能力 所以说 你们也 贾灵的粉丝们 也不用往前骂我 我说了 还有第三种可能 就是贾灵 可能自身出现了 比较强的超能力 能把这个体重 不仅降下来 把这个坠皮 一下子全给紧实了 给消失了 否则的话 很难用 别说我唠叨 我再总结 就是贾灵这个减重 可以 增肌 把那坠皮弄掉 是非常难的 要不然就做手术 做手术 要不然就是电影的后期制作 要不然就是贾灵有了超能力 因为在一年之内 你要降止 又要踪击 这种难度太大了 我问了太多的朋友了 他们都说 这肯定要上药了 好了 今天这是第二项 我说完了 第三项就开始了 很多人说 东哥 你只要留这个热辣滚烫 把我们的训练的这种激情调出来了 我们要减身 我们脚肥 我们要瘦身 感受我的卡路里 欢迎 可以 但是我告诉大家 你们妄想一年降体重100斤 还得增肌 还得能打拳 在一个地球上 有这人吗 有 很少 那么 你们需要什么样的前提 我告诉大家 你们至少 得有一年半左右的宽松的时间 不用上班 不用上班 不用想着任何事 就是他妈的链 第一 第二 你得至少得有60万以上的人民币的现金储备 就资金储备 这60万的人民币 包括你的健康营养团队 包括你的瘦身团队 包括你的力量训练团队 还有你的私人医生 就给你注射打针的 这四项 至少你得有60万 假铃减下这个来 我告诉大家 妥妥的得100万以上 他的投入 才能给他减下来 但是我告诉大家 就是你们 咱们往少了说 60万吧 真的 你们准备60万 准备有一年半大把的时间 有60万 那么这个事能成功吗 能 但是也有很大的难度 还有一个翻腕篇 就是我跟大家要说一个 另外还有最关键的一件事 就是什么 就是心理问题 很多人都忽略了 其实亚铃 我也认为 他这个减肥的当中 他会出现很多心理问题 包括抑郁症 厌食症 包括狂躁症 都有 都有可能出现 所以他这几个营养师 完了之后 减身的教练 增肌的教练 那么医生 可能还有一个心理咨询师 他还得找一个心理咨询师 因为这种痛苦的减肥 确实得给心理造成压力很大 你可能往往减肥成功了 但是你变得抑郁了 你变得精神状态不好了 这都是有可能的 当然很多时候 东哥你看现在 贾燃的这个眼神又不对了 热炸不对了 我倒还觉得还行 因为他确实减了太多了 心理状态不太好 是真的 我觉得他没有得什么病 只是心理状态不太好 找一些心理的咨询师 心理医生 给他辅导一下 就问题不大了 这是我 今天我头一次 把这个热辣滚烫 给大家分析出来 最终的结果呢 我说了 从电影看 这个得分是7.8分 我个人看 我给大家填其的忠告 就是看完了百元之恋 这部日本的电影之后 再看翻拍的这个热辣滚烫 您就别看了 因为你是看不下去的 从电影而连 7.8分 可以吗 可以了 那么从现实当中 给大家科学的解释 贾燃可以减到100斤 贾燃增击 这个可能需要药物的刺激 没有药物的话很难 那么第三个 那么拳击的训练 贾燃两个月左右 好的教练 三个月两个月 就全能搞定 贾燃这些都没问题 最后这个120公斤 这个硬拉 我说了 一定是有一些药物的刺激 要不然很难完成 之后的心理 这个治疗 我也说了 就因人而异了 我觉得贾燃是个公众性的演员 公众人物 他的心理成长能力很大 我觉得他得抑郁的可能性 其实不是很大 不是很大的啊 这给大家也说一下 那么今天上半部的热辣滚烫 我说完了 我推荐去看嘛 我个人推荐 就是有时间 有闲钱 闲着没事 可以去看 如果您专门要去看这个 我其实觉得可看可不看 这个热辣滚烫 即可说完了 中间插一个小广告 今天又到了一个山泉的 就他们这就是绿豆 真的 其实这就是绿豆 我孝东说了 西瓜的山泉 就绿豆的 那我原来最喜欢的 现在这个山泉的款子就绿豆 大家可以扫码 这个不是烟 这是乌化杆 这里头呢 有很多药 是治嗓子的 那么这个呢 也能解烟 为什么呀 真的跟烟差不多的感觉 又好 又对嗓子好 又不是烟 没有烟油 没有胶油 什么都没有 所以大家呢 可以扫码买 多买几个 哎 这个山泉水的不错啊 好了 确实不错 今天咱们说第二个了 我的这个题目就是 我看完了热辣滚烫 我不敢动 但是我看完飞驰人生 我哭了 也不叫哭 这眼泪就在眼睛里打了 打转了 我在电影院看了 我也给我们家闺女 我们家闺女最后就说 热辣滚烫 她觉得很一般 或者是拍的不太好 她说没想到贾林阿姨这么说话 这是贾林阿姨的一大败笔 我知道贾林阿姨为什么要这么说 她要学习这个百元之恋这种感觉 但是百元之恋 她这个情节的设定的故事 这个电影 她不是个励志电影 她是个写实电影 她可以这么拍 但是贾林你现在拍的等于把它翻拍 办成了一个励志电影 你这个励志电影 这个女孩的声音 从她们胖一直到瘦 穿这个声音 我觉得挺失败的 对不起 这是我个人认为 当然跟大家不一样 无所谓 好了 咱们抛开热辣滚烫 赶快说这个 飞驰人生 我今天下午刚刚看完 我真的挺感动的 首先我查了一下 这个飞驰人生好像没有翻拍 翻拍其他国家 其他地方的 她就是她的电影 第一集和第二集 我第一集我是看电影院看的 我第一集看了 我觉得挺不错的 但是我没想到飞驰人生 第二集这么精彩 这是我 这几年看到的好的中国电影 不多的几部 这是我这么多年 看的中国汽车题材的电影 可以说最好的 之一或者之二 这部电影可以跟 投文字帝的周杰伦的相媲美 但是我总觉得比他还好 当然了 很多人会骂我 周杰伦的粉丝们会骂我 我也是周杰伦的粉丝 你别骂我 但是就这部电影 真的让我就是从笑 看到了结束 唯一不一样的就是 我最后结束的时候 是哭着笑 卧槽 这让人觉得 你们觉得难得吧 真的是哭着笑 他绝对不是先让你斗 后来感人让你哭了一碗了 不是 他是先开始斗 后来也斗 但是斗的当中就让你哭着笑 哦 沈腾确实一个戏剧大师 也感谢韩寒这部导演 韩寒这小伙子 我们俩是我们岁数差不多 他比我小 他既然当导演 那他有他的人生的经历 包括赛车的这个经历 所以我觉得这个片拍的非常好 里头也比较有些专业的赛车解释 我不是赛车手 所以我就不多说了 我就作为一个最纯粹的 普通的老百姓 来看这个飞驰人生 我今天就开始了 飞驰人生在我眼中得分是9分 热辣滚烫是7.8分 飞驰人生是9分 飞驰人生的各个人物设计 不管是沈腾啊 还有沈腾那哥们 旁边那个男二号就 他们什么来着 对不起啊 忘了 都非常好 这个演员 每个演员拍的角色角色 我觉得设计的都非常好 我强烈的推荐 大家去看这部 飞驰人生2 一般情况下 你都不用看1 你们先看2 我教你们小窍门 你们先看2 看完了之后 你们有很多疑问的时候 马上看1 因为2比1精彩 真的是这样 就是我今天 看完了飞驰人生回来 再把前两天的热辣滚烫 给大家的一个感受 尤其是很多人问我 这个减肥的事 我也给大家今天说明了 我还是那句话 我这个岁数和我这个阅历 我觉得应该值得大家信任 第二个就是 我看完飞驰人生之后 我这个胳膊 我可能又有了一些 更好的期待 因为我2023年的1月份 我就推的时候就断了 那个视频我就别发了 我就断了 断的时候很难受 后来医生说 要不然就这样吧 反正你也不用发力了 这辈子就这样 我说不行 我受到全手 我虽然不参加比赛了 但是我要享受 我的人生我要打 他说那就给你手术吧 我就去德尔康尼手术去了 又被一三院的程序大夫 好了 2023年的 9月23月29号手术完的 后来我马上恢复的非常好 我打拳 各方面训练 几乎没有任何问题了 我老偶尔我也会做点我腿 做浮重的功能训练 也不错 就在今年的1月7号的时候 我又训练 可能搬家太累了 后来力量没把支柱 不知道为什么 巴达又崩了 又断了 我别发了 几乎一模一样 上次是老黄救的我 这次山基救的我 又是这个杆砸在我胸上 我马上去德尔康尼医院去看 完了 去找合词 人说东哥你这又断了 东哥你就别这么烈 玩明烈了 完了 我说行吧 我说先看看 我说完了 我找后来过两天 我带我的主治医生来 看了看我这隔壁 瞬间歇着 歇着之后 慢慢的一个月之后 你拆了这个指甲 你看看打拳怎么样 咱们再商量 因为那个小东 如果你再做的话 这次做手术 可能要用你腿上的 把你要做两个手术 把你的腿要打开 拿筋接在上面 而且呢 接完上面之后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因为你这是二次受伤 同一个位置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我说行 我说我再恢复一个月 再说 恢复差不多了 再打的 如果说不影响我 我打拳 我再也不做我推了 我就不影响我打拳 搏击 我就是他 如果影响呢 我还是要做 今天我做 我看这个飞驰人生 我看的 我就看这电影 看到最后我特感动 就是沈腾他那些话 就是你人生经历了 无数次的失败 真的太多的失败 太多人会骂你 就在网上 你看沈腾就是 我是金牌 这个冠军的焦点 你什么是冠军吗 你是金牌吗 就网上一帮人的嘛 沈腾都是默默的承受 之后 他培养他的选手 最后他也想拼搏一次 这个剧情设计的人太好 我他妈看到最后的时候 就想到我了 你们知道吗 就是我二次断掉了 二次断掉了 我说 什么就这么着 算了吧 这辈子就这么着了 我也不打比赛 但是这个《非诚人生》真的 电影能激励人的 我打拳特别受激励的一个电影 你们知道洛奇我就不说了 这个音乐 这我不说了 大家都明白 后来我看了一个美国电影 叫《铁拳男人》 你们相信我一定看这个电影 太他妈励志了 就是铁拳拳电影 这种励志的电影 就是甩掉热辣滚烫 无数条街 我看那电影之后 我对这个搏击 我就迷上了 但我已经练上了 就是让我更加的振奋 但这次看完《非诚人生》 再加上我个人这两次的经历 第二次准备手术 我就想 我坚定我的信念 就是我等着这一个月 到了三月 慢慢就开始恢复训练 恢复训练 我能OK 差不多就继续努力的练 如果力量丧失再多 我再手术 说小冬这次手术很困难 困难我认了 不死吧 只要我死不了 手术 我是搏击手 我必须要享受我这个人生 这句话是什么的 我发了一朋友圈 普通的事 一个老哥给我回的 就是很多时候的感动 都是在普普通通之中 这老哥回复一句话就是 徐小冬 我就是喜欢你在油管上的真实 你不管是跟谁骂 跟谁吵 但是你都是那么真实 那么多人黑你 骂你 造谣你 你都那么真实 小冬我支持你 记住 人活就这一次 所以要真实 叫人活一生 人只能活这一辈子 所以要真实 我当时把他让我特别感动 看到这个飞驰人生 我就想 我还是 我也就活这一次 我要真实的活着 而且呢 要为了我自己活着 我能打拳还要自己打 我的B2拳管 B2精品搏击 在长阳门这 我继续开 我马上就恢复 马上就练 我马上就练 我也希望培养级很多 能打得非常好的选手 或者是能为大家能服务 我这个伤马上 再过半个月吧 我差不多就开始恢复训练 不行就马上守复 守复完了 马上恢复 我就他妈的 人生只有一次 你要好好地享受 要珍惜 不能 不能虚假 要真实 谢谢大家 这就是飞驰人生 最后 九分 强烈要求 希望大家 去现场看 这部电影 谢谢大家 完了 哎呦 说的我都感动了 喝了广告 当大家时间了 酒是好酒 大家 想起我买 酱香 准凉 很多人说 徐晓东你跟谁看 我说了 相信我就行 就这么简单 鞋是好鞋 大家我很多人买的 都不说了 茶叶太近喝了 我推网完了 老哥说 徐晓东我买你这喝茶 我倒喝了快一年了 我也想买 你去多买 但是你这茶真能喝 也不错 太近喝了 我说谢谢谢谢 大家感谢大家支持 然后过了节了 所有的恢复都训练了 周末的孩子班 平时了成人 我半个月 差不多恢复了 带成人 完了孩子班 两个教练都带 我差不多 我也跟着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支持 谢谢大家 我最喜欢那个比赛 为什么 因为我感觉特别的好玩 有担心怕他受伤 但是有希望他像个男人一样战斗 徐晓东开设的儿童格斗班 从协调性 平常性 心肺功能 肌肉耐力等方面着手 提高学童身经性质 每堂课收备200到300元人民币 吸引不少家长 吸引不少家长